大家好 今天是9月28日 星期二是9月期止轉創的高峰日 在維穩的賣盤扶持下 市今日有明顯的反彈 不過成交金額有少許偏梳 動力方面不太配合 先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高115點 到24323 這亦是暫時日中的低位 之後在主要的成份股稍微做好拉動下 市況就一步一步向上走 直到下午大概3點 鬆點左近計 指數一度見過24679點 相對昨日的收市來講 是升了471點 更重要的就是 技術上輕輕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一直我都強調一點 指數如果一直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下 技術上、形態上是屬於反覆育市底的格局 或是逐沉底 但當指數能夠反彈 從而走到10天線流上 最低限度預示著 指數或整個市 暫時來說是不會持續向下穩低位 是可以斷定下來 至於反彈的幅度有多大 就要視乎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大家記得嗎 由9月21日 即是上星期二的低位 23771點開始的反彈 暫時來說最高的點是上星期四 23日的24827 即是市反彈了1056點之後 開始又再反覆了 但無論如何 暫時市就走在1056點的框框之內 即是明日或後日 恒指有沒有辦法攻破24827 就比較關鍵 如果破得到的話 即是由23771點開始的反彈 應該還有一個空間再向上行 不過在成交金額持續偏梭下 幅度未必會太大 明日是積月期止結算日 後日是場外衍生公約結算 這兩天可能還有維穩的買本 在維持下秩序 所以大市的表現 或者相對來說是比較平穩的 不過說真的 9月份其實波幅已經不小了 由8日的高位26560 跌到21日的低位23771點 已經跌了2789點 說了很多次 這個波幅已經可以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剩下的就是市油低位上來的反彈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說反彈過後 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什麽呢 是10月份的股市怎樣行 這才是最關鍵 因為9月剩下兩個交易天 能否高一點或高多少 已經是不重要的了 相反來說10月份開局之後市況怎樣行 這個大家就要留意了 第一要留意是美股 因為道徑思史數一直在高台 直到現在這分鐘 不是代表10月份一定有股災 但是只要有些黑天鵝事件 撲出來的話 美股可能高台的反覆是會比較明顯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另外恒大的債務問題 其實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 它的債務問題仍然持續擾讓 不過9月份有兩個債息 一個已經上星期四期付不到 一個是9月29日要付的 不知道到時能否付得到 只要情況來說也不太樂觀了 但是去到10月份 有四個美元的債息要付 另外還有一個人民幣的債息要付 情況又是怎樣呢 又是不離 簡單來說 整個市場氣氛仍然會受到相關問題所困擾 看指數 由23,771點開始慢慢慢慢走上來 技術上已經走上10天線路上 即是說市暫時來說不需要擔心 會進一步市低位 但是基於成交金額不是那麼配合 所以大家不要抱太大樂觀的態度 初步看回頭 如果再向上望 慢高一點點 當然是20天線 看下10月初旬的大市如何行動 但去到尾又是要看回美股的表現 以及恒大債務的進度 到底情況是怎樣 這個絕對有一定的影響性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8星期二 是9月的旗子轉倉的高峰期 故事表現還是不錯的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恒生指數先高開115點到24323點 這個也是今天暫時的低位 往後在主要南籌稍微做好拉動之下 指數一步一步上去 直到下午大概3點15分左右吧 指數今天最高見過24679點 等於說在9分鐘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是上升了471點 好像很少見到這個股市的上升 有400多點了 好了 最重要一點就是 指數是輕輕的突破了那個時間線 時間線現在大概在24596點 那等於說只要恒生指數 能夠還是穩守在時間線以上 那最低限度 股市已經出現一個 初步的回穩的走勢 可是其實我一直說 恒生指數一天還是走在 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來說 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尋找低位的 可是只要它做一個反彈 而能夠回升到學天省以上 當然並不代表股市會怎麼樣大幅度上升 可是最低限度顯示 整個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暫時已經回穩下來了 這個很重要的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從這個月21號的低位 23771點反彈 高位是23號的24827點 相對今天的高位是24679點來說 等於說股市暫時來說還沒有辦法 往上攻破24827點這個高位的 這個可以先說吧 股市的確是有一點的錯步的回穩的走勢 可是暫時來說也不能抱著太大的期待 因為整個反彈直到目前為止 還是受虧限在24827點 也是我一直就說的股市的反彈 只是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剛剛好數是現在看到的 好了 九月份新加交易天真的不多了 明天就是這個期指結算 那星期四就是這個場外的顯身工具結算 現在我們的焦點不是說今天 明天 後天股市 能不能夠再升升多少 這個根本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12份股市的表現到底是怎麼樣 首先我們要關注美股的表現 到經濟指數 從去年3月23號的低位 18213點 到今年8月16號的歷史的高位 35631點到經濟指數 內州的升幅有17418點 等於說已經算升了差不多96% 這個升幅是很厲害的 所以一旦10月份 有什麼歷彈的事情出現的話 可能美股會有一個明顯的反復跟回調 那個時候我們就要小心了 美股創歷史升高 不能夠拉動我們上去 可是美股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復而回調的話 絕對可以影響到我們 這個大家要留意 還有就是恒大的那個債務的問題 那9月份已經是出現了一個問題了 到10月份還有很多到期的 那個債的利息要付的 我想暫時來說 對他來說還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事情到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暫時我們很難估計 可是有一點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是市場為了相關的問題 一直是很保守 很小心 所以變成來說 就算是10月份再進入網上推 可是我覺得的幅度也不會太多了 這個大家要小心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今天要注意到這裡 我就能夠拉動 就算了 這個就算了 然後就算了 這就算了 那樣的 可以拉動 就算了 然後就算了 那天 就算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